咱之前是啥家没退休的 藏着是第二建筑公司 我就是工人 瓦奖 瓦奖 那瓦奖手得巧吧 啥都会做吧对不对 反正 退休以后 中国市场 做马里牙子 贴十字玩是反啥的都得干 那现在退休 做的我这贴的 这是你自己贴的 嗯 退休金是多少了 三千二 王大哥是长春市第二建筑公司退休的 做了一辈子的瓦奖工作 王大哥说 别看自己是瓦奖 但我一定是瓦奖里比较有学问的 我爱好文学 爱好长书 世界名著和中国四大名著 我都有 这些都是你的藏鼠啊 嗯 我帮你 那啥 是吧 这都是啥鼠啊 世界名著红与黑 少年围头治烦恼 木板上的异乡 嗯 这猎人笔记 嗯 你这说猎得挺广的 猎人笔记是 我讀的是古增作家 我挺爱看古增作家的 尤其涂根涅夫的 嗯 初恋 猎人笔记啊 还有贵族之家啊 嗯 你为啥这么愿意看世界名著啊 原来我这也专的 我想也想我在那个创作文学创作方面吧 嗯 我也想发展 嗯 后来吧 后来我一看 嗯 在白天上班早七晚六啊 那挖的要挺忙啊 嗯 也没时间以后 完了吧 我就是 我一心里做什么 人生有限的 你说你 要专业两样不可能 嗯 我后来吧 就放弃文学了 爱好文学 爱读书 尤其是爱读世界名著 王大哥说 自己年轻时曾想过往文学方面发展 但当时的挖匠工作挺繁重的 一心不可二用 于是就放弃了往文学方面发展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做挖匠工作退休后啊 咱王大哥又爱好上了文艺 还是音乐吸引力大 我唱的歌在业余里头 可以数一数二 嗯 我歌独唱 还和二重唱我都唱 现在能不能唱几句啊 那个唱啊 嗯 那能啊 那你就来一首 你比较擅长拿手的 五十岁的老司机 这唱的这个这叫老司机是吗 这叫老司机 这个中气非常的十字 这得会有运气 您听听啊 咱王大哥这歌唱的多有气势 这气息多么的足啊 这哪像八十一岁的人呢 王大哥说啊 自己不光能唱 在乐器方面自己也不差 哎呀 这个首风琴 我是从小 从小在电视上见过 没真见过 这个风琴多少斤呢 十个斤的 哎呀 你看这样 一点都不费力呀 哇 哇 这个刚刚你谈的是啥呀 那个草原野木歌 原野木歌 您听听这王大哥手锋琴给你拉的是有声有色啊 除了会拉手锋琴 小提琴 葫芦丝 杨琴 笛子等这些个乐器 咱王大哥也都会 而且啊 这些都是自学成才 就因为王大哥有这么多个才艺 还曾经被社区聘为过艺术团团长呢 这个是什么聘术 王基林同志被聘为社区艺术团团长 就是南湖街道互动社区 都说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呀 咱王大哥这些个艺术特长都没白发展呢